来自台湾的白米 透过志工亲手交给南非贫户 7月正式南半球冬季 南非茨瓦尼日前举办白米发放活动 现场涌进近200名志工 不分种族肤色 希望帮助贫户渡过寒冬 有40吨的大米在这边分送给2000个家庭 每个家庭有20公斤 在这寒冷的冬天里面 让南非这边需要帮助的朋友 感受到来自台湾的爱与关怀 白米发放现场 当地平户平事先收到的发放单 每户可领取两包各10公斤的爱心白米 还有衣物鞋子等物资 相较于当地煮食玉米粉 白米是奢侈品 让领到白米的民众笑容满面 开心的欢呼 7月下旬也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名单 全国都以不同形式展开慈善活动 向这位伟人致敬 台湾的爱心米在这个时候送到南非 也深具意义 从2012年开始 新战院农委会与台湾佛教团体合作 捐赠大米给南非 今年捐赠的爱心白米总计1520顿 自4月中陆续抵达非洲 社会国家除了南非外 还包括赖索托 莫三比克 史瓦蒂尼 波扎纳与星巴威共六国